MING PAO TORONTO Hello 大家好 我是Phoebe 我今天要去做 检查 因為我脖子後面長了一個 結 然後不會痛也不會癢 我之前有去做血液檢查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因為它一直不削 所以我的醫生就有點擔心 就想說要再去做個骨頭測指 骨頭密度測量 還有照X光跟超聲波 超聲波 Ultra Sound 然後我今天要做的這個是 因為我的Dior睫毛膏 就是我現在眼睛上用的就是我的Dior睫毛膏 已經要退休了 它已經差不多乾掉了 就是接近要乾掉了 然後再下去就不能用了 所以我決定要找一支新的好用的睫毛膏 剛好我有非常多睫毛膏的試用品 那種小支的 所以我就每天測一支不一樣的 就是從早上到下班 然後回來拍給大家看 算是我偶心力寫很認真收集資料的一個影片 那我基本上我用的 底妝呢在這個測試裡面 都是一樣用Town4的這個粉條 這個色號 還有Mabelin這一支就是它的 這支是網紅大家都在推薦的 Eraser Dark Circle 它這支我覺得蠻好用的 但是今天主角不是我們的遮瑕膏 很快的我也會幫我的遮瑕膏辦一個退休會 做另外一個測評 睫毛夾一樣都是用這一支 BC的睫毛夾 內眼線也一樣都是用 Laura Mercier這一支 眼影也都是用Cream Saprine這個 雖然每天眼妝有一點不一樣 這眼影盤裡面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可以每天換不同的顏色 可是因為它質地都是一樣的嘛 所以不會影響到就是 睫毛膏的測品 我主要測的就是 持久度跟捲翹度 還有暈染 因為防水比較不需要嘛 我沒事不會哭 所以防油是我比較注重的重點 所以防油 防暈染 纖長 還有捲翹度的持久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 Dior的這一支睫毛膏的睫毛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下班以後呢 會再照一次 但是做今天的總結 我也有錄了很多 其他支睫毛膏的 一整天的測評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看下去 現在是晚上的7點20分 我整個人已經看起來 非常的疲憊 然後我的眼睛 今天一樣同樣是那支Dior 它只有眼... 我今天一整天都沒有補妝 臉已經出油了 然後眼睛下面的暈染 就一咪咪 大致上還好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實測 現在是早上8點48分 我要用這個 我今天要實測的是 這是... 克蘭斯的 Wonder Perfect Mascara 4D 打開是長這樣的 它打開刷頭是長這樣的 喔!圓圓的 我今天下班是6點 我今天下班是6點 我每天下班都6點 所以... 就是我每天會... 持妝大概從... 9點到6點... 大約... 回來到家卸妝大概就是... 10個小時吧 下班再數 我覺得它效果還不錯耶 牽長 而且看起來睫毛很整齊 完全沒有一點... 蜘蛛腳 很好 但這支刷截下睫毛沒有很好刷 你們看我左邊這邊 就沾到 而且好大一顆啊 你們看它的捲翹度 我們今天下午回家 再看看它的捲翹度如何 然後我把那個... 那顆超大顆的擦掉 啊! 它的刷頭不是很適合刷下睫毛 我覺得 很容易沾到 可能拿出來之前要先... 上班族早上最怕遇到這種事 沒時間擦 好吧 那就... 這樣過一天吧 現在是6點46分 從8... 90... 11... 90... 11... 12... 13... 14... 差不多過了10個小時 差不多過了10個小時 我們看一下我的睫毛 還行 這邊有一點暈 這邊還好 好啦那再看我明天下一支吧 怎麼樣想要上鏡頭是不是 漢姐要跟大家說 哈囉 你也要用防水睫毛膏嗎漢姐 幹嘛幹嘛 我每天回家像漢姐都這樣 是不是好可愛 我的寶貝 你最可愛了 媽咪愛死你了 哪有這麼可愛的貓咪 嗯 這麼可愛 今天要用的是Benefit的這一支 我覺得這支是我目前覺得最... 就是不會太乾 濃度也比較是我喜歡的 有的太濃了 明天用一支濃的 Magicab超濃 捲翹度是這樣的 那就等我下班回來再看喔 今天要用的是 Benefit的這個睫毛膏 然後我昨天新買了這個眼線 我決定要來用一下 兩邊頭的 一邊是濕的 一邊是... 我覺得它有一點... 筆頭太粗 我抓的不是很習慣 筆身 筆身太粗 我要刷這睫毛膏 它還蠻好用的 一刷就上了 好啦 這就是我的睫毛膏 然後晚上我下班再給你們看 我下班回來了 現在是... 6點40分 你們看我的眼睫毛 你們看我的眼睫毛 捲翹度好像還可以 捲翹度好像還可以 看機 看機 這很想要走一起拍 所以我就把它抱過來了 但是下面眼睛好像有一點點暈 暈開的這樣子 在這邊 大致上還可以 是蠻持久的 這就是Benefit 那再期待我明天的吧 今天是Nurse的這一支 這節目真的是露死我了 每天都要記錄睫毛 有時候下班忘記隔天還要再寵入一次 這個好像就比較沒有那麼濃 那就等我下班看看 它效果如何 會不會沾眼睛 我回到家了 這個睫毛的捲翹度 好像還是可以的齁 然後眼睛下面 好像也沒有什麼暈 這個Nurse的這支睫毛膏不錯 但是下睫毛好像 雖然沒有暈 可是有點消失不見 就沒有早上刷得那麼濃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睫毛review 明天見 早安 我今天用的是MAC這一支睫毛膏 它的刷頭是長這樣 我已經刷了大概三成左右了吧 它就是不會厚耶 你們看 怎麼刷都如此的自然 然後下睫毛我也刷了 可是好像看不太到 好吧 那大概它就是長這樣 等我今天下班回來的時候 再來看看 它變成什麼樣子 現在是下午的6點45分 這支睫毛膏 MAC的 捲翹好像跟早上沒有差很多 眼睛下面 好像有暈一點點 但是不明顯 好 那我今天的睫毛膏review 就到這裡囉 明天繼續 早安 現在是早上9點半 我刷好睫毛膏了 是MARJACOB的這一支 給你們每個角度看看 瞧不瞧 有夾睫毛 我用的睫毛夾都是同一支 那就等我下班回來再說囉 現在是 6點47分 來看看 這支 MARJACOB的睫毛膏 經過一整天 捲翹度 好像還行 暈染 我覺得下面好像都有一點暈到了 然後也是會下睫毛膏會一整天會消失 但還可以 沒有什麼 就是因為我都沒補妝 所以如果有補妝的話可能會好一點吧 但是有一點點暈 那這就是我今天對這支 MARJACOB 睫毛膏 的review 分享 我覺得我應該最後 會去買的就是Benefit的那一支睫毛膏 因為那是我現在覺得最好用的睫毛膏 不管是它的捲翹 濃度還有它的持久度 我覺得都有超過Dior 下支三支就是我的測評 如果你有覺得其他支很好用啊 然後可是我覺得它還好的話 請不要怪我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眼部周圍的肌膚是不一樣的 可能適合你不一定適合我 適合我不一定適合你 如果價錢是你的考量 我這支好像沒有什麼用到開架式的 我下次也可以做一集是專門做開架式的睫毛膏 那謝謝你們今天觀看我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按讚 然後跟我留言分享 如果你們有覺得很好用的睫毛膏也可以推薦我 或者是你們有覺得什麼好招可以防 就是睫毛膏暈染也 麻煩請推薦我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做到這裡囉 因為我今天要去做體檢嘛 所以因為有你們的陪伴 讓我覺得心情好很多 那謝謝你們今天的陪伴 我們下集見 掰掰